福特福克斯引擎盖怎么开 开车的朋友都知道绝大部分轿车的引擎盖 设置在驾驶员左小腿方向的仪表台下部 有开启用的拉手 可这个福克斯并没有 你们知道福特福克斯的引擎盖怎么开吗 首先需要准备好车钥匙 因为想要打开它的前机盖必须要使用车钥匙 其次把车头前面的福特车标 用手往左旋转一下 看到隐藏在车标里的钥匙孔 将车钥匙插到钥匙孔里 最后将车钥匙向左旋转90度 听到机盖响一声 再将钥匙拧回原位 打开前机盖即可 总之福特福克斯的引擎盖打开方式 与其他绝大部分的车不同 福特需要钥匙才能打开引擎盖 不了解福特福克斯的朋友 也不会想到钥匙孔会藏在车标里面 再次用车钥匙 再次用车钥匙